就是我們不想省的麻煩 我們可以一次 把一包就帶過去 或者是我就直接叫郵寄 直接記憶箱過去那邊 就不用再一次帶三面 一次帶三面 那就可以了 對 就是在吃飯口糧 講實在說他換幾次 換幾次尿便對不對 你說算成本 你在做生意 為什麼要穿這口糧 為什麼要這樣 他最近都在算老人的尿布 真的 目前你老公講的 你覺得都還能接受 都可以接受 還是能夠做一個協商的 對 沒問題 如之 就是要協商的是 別再跟我不熟的異性幽默 私密互動 這個我們還要幫忙 這是個意外 這是劇照 你看這邊三音樂 這是情節劇照 不是 沒有這個 剛剛這個情緒會傳染的 這是劇照 是 三音樂 你沒那麼氣閃 人閃這件事情嗎 你怎麼 比你怎麼表情 你現在講話變得不潔八耶 立雜的 像歷索 對 我最介意 我相信應該也是女生會比較 就是在男生的工作場合 他們難免會認識一些 我們認識不到的女生異性朋友 對 然後這樣情況我覺得OK 但是卻會讓我發現 就是那些女生可能在PO合照 或者是 女生在寫一些文章的時候 下面的留言喔 然後會讓我覺得就是很曖昧 比方說假設他在拍戲 然後他在戲裡面跟他的那個 夥伴會聊一些 就是戲裡面是情侶的話 比方說他如果在上面留一個說什麼 就是它是跟那個 那種概念 懂得為什麼 就是戲裡面才會講的話 然後那個東西應該是我跟你是 老公 老婆才會有的東西 可是他會這樣 那他們是在對峙 那個是沒有 沒有 是對峙 但我拍這麼多戲 為什麼我都沒有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或者是他們 你現在瘦下來可能就有這個問題 或者是 或者是女生就PO一張 兩個人臉貼臉的照片 然後下面是寫說 然後他竟然上去回 這個不行 這個太不行了 我不懂那個東西 這個超級不行 這個不太正大 這個我們不認識 對 這個我不管我的事 不好意思 你幫我幫不太上忙 不可以 對 這種狀態 我就會覺得 這種朋友你就不用跟他這麼好 或者是我覺得你的回應可以 比方說就是 謝謝你 你也是 祝你早一點遇到你的另外一位 這樣我就會覺得他是在避嫌 就是 你懂為什麼 男生要做好這件事情 要懂得避嫌 對啊 但是因為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比較巧的是我剛跟他在一起 沒多久 所以其實還是在沒有說 那麼信任的一個階段 然後我就剛好看到 就是你知道粉絲就會說什麼 你們兩個人在一起喔 好累喔 然後說 你看到是什麼感覺 妳還可以 啊 妳 好難耶 不行 又不是 不行 這肚子 怎麼會有這照片 老婆 沒有 他可能在玩摔角 這個頭髮 頭髮不行 怎麼會有江西娜的招式 這個照片 這樣子 對啊 好親密 手收入他的髮糟 你知道 如果只是大概這樣子 這樣就算了 不行 對啊 你如果這個讓我去留言 我會說 你們好有夫妻臉 而且 對不對 他會生氣 對不對 你要不要看一下前半段 你表情有多厲害 你真的完全不潔發 他很會做梗了 對 好的 這一張真的不行啦 對啦 對 這個很難解釋 而且他的手還插入你的髮燒 對啊 插入髮燒 他是不是在摳你的後腦水 挑起的部分 這個要解釋一下 對 我現在背都是汗 你確定是汗還是血 看有沒有人這樣 背後插刀 你那時候看到這個女生 PO這一張 你有沒有背擠液 其實沒有 因為重點是下面寫情人節快樂 然後下面還有hashtag 就是我們那部戲的名字 誰看得到戲的名字啊 那時候 這其實滿難解釋 對啊 這個眼中只有照片喔 對啊 好啦對不起 我錯了 老婆完全不會看hashtag啦 其實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 看到這照片的時候 我已經滿緊張 不是滿緊張 就是覺得 這樣子好像不是很好 那我也不知道要回一些什麼 我忘記我回什麼了 反正我回去之後就發現 他說你回愛心啊 反正之後我回去的時候 發現芝芝都不太講話 心情不是很好 我想說 該不會是這個照片吧 就是這個照片 就是這個照片 如果今天撒基努 有人這樣插到後腦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很開心吧 因為 好像在攀一個猴子一樣 沒有 好啦 你會看到下一張 請你放尊重一點 我不要講 我是已婚的人 你不要講 你現在整個活潑起來 對啊 你不要看若兩人 他有那種解脫的感覺 現在還有嗎 還是他現在結婚後有比較好 就在比較沒有 現在他就會稍微 收斂了一下 對 會就是還好 收斂了 結婚後一定要的啦 結婚後這樣會很恐怖耶 那你希望老公 做到什麼樣的協商 我覺得就是避嫌 就是要讓對方清楚的知道 或者是讓以下觀眾 不會有任何誤會的一些回應 本事啦 就是很清楚的 讓他知道就說 好期待我們的戲趕快上喔 或者什麼 你們那時候是公開 你們那時候是公開的嗎 那時候還沒有 是啊 算已經是 對 情人節應該是公開 因為我們還一起去日本玩 有被媒體發現 那你不會在底下PO一張 你們兩個說 我跟芝芝祝你情人節快樂喔 對嘛 好像是我知道 還有下車 下車 下車 很恐怖 外面陷阱多 對啊 好可怕 好啦 他兩位有協商成功了 就是不要再跟不熟的異性 有私密的互動 對 現在當爸爸應該也比較成熟了 他其實一直都滿成熟 OK 好的 接下來進入到第三隊 道遠跟靖雄 是的 別讓圈內損友 慫恿你花錢趕車 這個是靖雄 對 對 因為他很愛改車 可是我就覺得 車買來就是要坐的舒服安全最重要 不是改來改去的 你改來改去幹什麼都結婚了 又沒有需要把妹對不對 可是呢 他的圈內好友就會放毒照給他 就跟他說這車可以改 都是誰在讀毛毛 毛哥 對 然後他就去改 重點是 他只跟我說 可能只跟我說要改兩樣 結果他回來的時候改了五六樣 嘿 就是完全先掌後奏 怎麼可以這樣 不是 你剛剛有說到 就是改車是為了好開 然後為了安全 為了全家的舒服 所以我改的全部都是為了這幾點 是嗎 他會改輪框 改卡鉗 改輪胎 全部都是為了安全 對 煞車系統要好 對 煞車系統要好 有時候對 煞車 對 最好的 你知道 配色要配好 因為有緊急煞車的時候 我們BRAWB一踩下去 就可以停了 安全就不會有追蹤 安全 對 你是不是我們男生 馬上就有那個 這個絕對是 顧慧的家庭著想 所以不是改那個什麼會 因為我其實對改車不懂 有 還有什麼改電燈 我就覺得改那個燈沒有用 改電燈我也可以解釋 改電燈又是你往上 往上 你看 你看這個正中 會出這個情形下去的 現在談到道遠了 你晚上的時候 看不太清楚 說你要改HID 然後你才可以照得比較遠 所以你前面有任何的狀況 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看得清清楚楚 比較安全 可是你要不要想想 對方的感受 你HIV那個燈其實會 HIV不是HIV HIV是性病 對 它就是血 就是會讓對方開車 可能不舒服 不是 我們通常不會改這麼高 那個是遠燈 就是改到前面開得到 就是讓它比較亮白一點 那個是合法的嗎 是合法的 現在是合法的 對 現在是合法的 可是你坐在裡面開 你又看不到外面 為什麼看不到外面 那種開什麼車 看不到外面 開什麼車 他這樣開嗎 請問 我開0 就是 肌母靈活 現在肌母 真的 靈活 靈活 對 那改車都是為了什麼好 我們真的都是為了 全家的安全 你有覺得他改的東西 有哪一些 最不合情感的 我覺得那個照後鏡 本來那個照後鏡打燈 不是會一閃一閃一閃嗎 然後它就改成流線 一閃一閃 亮晶晶的 用這樣 水流 水流感的就是 對 那個不是一閃一閃 比較明顯嗎 那邊水流 那個大概 兩 三千塊 過便宜 便宜有兩 三千塊 水流在賭三千塊 不是錢的問題 那不是錢的問題 真的 BV商就超過兩千 漂亮 BV商就在 你們兩間睡車上好了 你破壞了 一年十四 我們可以到四點 一個月一次 對 那也是安全起見著想 因為你水流的 你停留的時間就比較久 你一個月花多少錢在改車 一個月大概花 大概一萬 A 好好說 一萬塊 一個月 對 因為那也是我所有的 零用錢 每個月都在改嗎 你哪那麼多個月 慢慢改 我都是 久久升級一下 久久 我不會一次到頂 因為我覺得 男人就是要享受那個改裝的過程 對 你今天改完避震 你感覺比較不顛人 你今天又改了方向燈 比較帥一點 那種慢慢改上去的感覺 才是成就感 對 你一去到頂就不好玩了 所以你改車是給人家看嗎 女生去整容有沒有 對 先整鼻子 他不會一次整到底 對不對 不會嘛 對啊